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的传统政策需重新评估 不能再将美中竞争视为简单的冷战对抗 美国和中国两国的经济深度相互依存 这意味着美国的策略需要更加灵活和务实 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 美国必须在强化经济合作的同时 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以保持对中国的威慑力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美国需要聆听盟友的声音 接受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性 并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 兼顾自身的安全需求 如果华盛顿不适时调整其政策 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 尤其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未来的亚洲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 美国必须抓住这一机遇 重新思考其在该地区的角色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盛顿对中国的策略必须改变 亚洲是全球领导力竞争的中心 外交政策 Evan G. Greenberg 在过去的40年里 我在亚洲各地包括中国建立和管理企业 在我的交往中 我经常会见历代领导人 包括在北京的习近平主席 在那段时间里 我目睹了美国对该地区的处理方式 从一届总统政府到下一届总统政府的变化 一些总统强调地区战略 而另一些总统则专注于中国 许多总统将贸易促进作为优先事项 在过去十年中 华盛顿日益加强两党合作的重点 已经变成了保护美国工人 免受全球竞争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的战略界已经迷上了 将美中竞争视为一场新的冷战 这种新兴的政策正统观念是错误的 而且会适得其反 如果美国想在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挑战时 建立更有力的权力平衡 就需要调整其方法 美国下一任总统应该调整亚洲政策 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加强威慑力 如果不进行这样的转变 美国就有可能损害自己的领导地位和利益 现代冷战的错位类比 美国和中国都是大国 他们对国际体系的未来 有着截然不同的愿景 然而 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 华盛顿和北京被锁定在一个单一的国际体系中 他们都在争夺同一体系中更大的相对领导地位和影响力 在冷战期间 苏联是一个孤立 四面楚歌 资源丰富的经济体 从未与美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相提并论 相比之下 中国与全球经济深度交织在一起 中国占全球经济的近20% 使鼎盛时期的苏联相形建筑 该国的制造业产量占 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35%以上 是120多个国家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是深度相互依存的 即使近年来政府出台了减少对彼此依赖的政策 以及美国控制可能有助于中国军事进步的 军民两用物品出口的政策 但两国最近每年的贸易额仍接近7000亿美元 尽管这个数字正在下降 这两个国家的领先公司 仍然在密集的全球价值链中交织在一起 供应链现在包括一个全球性的公司网络 华盛顿和北京都在合理地努力限制 对彼此关键产品的过度依赖 这些并行的努力是双方共同本能的一部分 即缩小对方的影响力和潜在的胁迫能力 虽然美中在高科技和关键国家安全领域 正在进行选择性脱钩 但试图完全解开两国之间密集的价值链是不明智的 这样的努力不仅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还会对美国经济有害 包括依赖中国中间产品和产品能力的企业 由利益驱动的相互依存 这种相互依存的深度并不限制华盛顿捍卫关键利益的要求 如果有的话它提升了它 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敞口程度 要求华盛顿使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保护知识产权 抵御通过间谍活动获得军事或经济优势的努力 挑战掠夺性经济做法 并坚持公平对待美国公司极其工人 另一种选择 让任何国家特别是一个有规模的国家 摆脱不公平的经济做法 为美国公司创造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行的 与冷战初期不同 今天美国或中国集团之间没有固定的地理界限 相反 有一群国家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有着共同的不满 该组包括中国 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 他们都寻求更好的抵御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西方影响和经济压力 他们获得的隔离越多 他们对世界各地其他反自由行为者的吸引力就越强 在这些国家中 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越来越成为国际体系之外的建民 而中国仍然是现有秩序中的主导者 体制外的人从混乱中受益 中国没有 中国越是认同这个联盟 就越容易面临地缘政治风险 包括关闭与欧洲和美国建立更有成效关系的途径 好消息是 北京认为它与西方的关系对其历史性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历史性崛起于美国的记忆 1992年 我刚开始在中国做生意时 上海的街道几乎没有灯光 汽车也很少 人们骑自行车旅行 不行推着运煤车为他们的家供暖 今天上海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天际线 数亿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摆脱了极端贫困 个人购买人寿保险 企业购买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以保护他们的资产 这些进步只是通过与西方的接触来实现的 街上的人 我认识的高级领导人和商人都没有忘记这一点 世界各国都在行使能动性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而不是选边站队 原因很简单 首先 美国目前的政治太不可预测了 任何国家都不能压住华盛顿 会推进一个耐心的长期战略来迫使中国崩溃 其次 国际社会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崩溃没有热情 第三 美国在冷战后将其治理愿景强加于其他国家 比如委内瑞拉 伊拉克 阿富汗和利比亚的记录 在其失败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第四 制战略代表着对美国影响力和权力的局限性的危险盲目 而华盛顿以外的人很少有人拥有这种盲目 第五 美国盟友疏远北京的成本和风险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避免新冷战的路径 美国在确定与中国竞争的界限时 听取其盟友的意见是明智的 世界并不将当前时刻视为一场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之战 美国的伙伴们也没有热情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孤立 受伤和受屈的大国 中美竞争的中心是亚洲 如果不首先将美国从中国本土地区的领导地位上赶走 中国就无法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该领域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 我看到亚洲普遍渴望繁荣稳定法治的力量和大国之间的平衡 然而美国和中国对该地区的未来有着对立的愿景 美国寻求一个不受中国霸权影响的亚太地区 它希望维持不受阻碍的合法市场准入 华盛顿决心保持其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先地位 他认为其联盟网络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区域经济愿景 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美国领导人历来寻求为民主制度 在亚洲的蓬勃发展创造肥沃的土壤 中国的区域愿景 相比之下 中国希望恢复他认为作为该地区中心大国的应有历史角色 他预计地区国家将更加尊重其核心利益 包括其广阔的领土主张 北京寻求在该地区更大的行动自由 包括削弱或破坏美国的联盟网络 中国还渴望获得对其国内制度的更多尊重 并拥有能够输出到其他国家的社会控制和监控工具和技术 如果华盛顿要超越北京并保持其领导地位 他就需要接受几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例如 美国需要缓和对价值观作为吸引力来源的强调 华盛顿夸大了人权和民主原则在亚太地区的吸引力 根据我的经验 我发现美国在世界这一地区传播其政治价值观的努力 根本没有口头说服力 在亚洲 个人权利的概念与对集体权利的支持是平衡的 作为一名美国人 我高度重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所有国家都应该努力支持和改善人权 每个人都将寻求自己的道路 现实的权力竞争 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都很年轻 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人们希望改善治理和扩大机会 进步将断断续续的发生 它将反映每个国家对民主或更自由的治理愿景 而这些愿景往往与我们不同 美国在发展财产保护和法治方面的经验 比任何关于美国价值观的步道都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吸引力 该地区的国家并不是围绕意识形态组织的 它们是围绕国家身份的概念组织的 它们的国家身份为各国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创造了强有力的叙事 对于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来说 它们国家故事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它们的独特性和对受北京控制下的厌恶 该地区领导人的一个关键衡量标准是 与过去和同行相比 他们是否正在改善公民的生活 换句话说 国家发展和安全平衡是亚太地区影响力竞争的舞台 美国的经济模式应该为我们的领导愿景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起点 以吸引支持 我们的经济以市场为导向 拥有透明的法律体系 个人和财产权利的神圣性 以及强大的司法机构 美国公司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全球领导者 就业市场正在蓬勃发展 工资在上涨 目前美国经济的表现优于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 但美国目前并未适当考虑其合作伙伴的要求 包括该地区希望与美国有更大市场准入的愿望 经济一体化和防御态势的关键 促进我们的利益 意味着接受在政治圈子里已经失宠的思想 通过美国与我们的伙伴之间的贸易协定实现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 将使命运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它将促进美国以市场为导向基于规则的公平贸易的愿景 它将加强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和持久力 总之贸易协定很重要 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是我们应该考虑扩大的通过贸易实现区域一体化的一个例子 除了促进更大的经济一体化外 华盛顿还需要提升其在该地区的防御态势 我们的盟友希望获得美国持续军事存在所确保的稳定 安全和军事专家表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华盛顿及其合作伙伴必须引入新的概念和能力 以挫败任何国家通过武力重新划定亚洲边界的企图 资本投入与军事合作 美国的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 是我们在该地区保持威慑态势的基础 然而我们目前没有能力以满足我们自己 或我们合作伙伴的国家安全要求所需的速度 和规模生产船只 飞机 导弹 弹药和自主武器 美国显然具有长期当务之急 必须恢复生产国防设备的能力 以满足应对战略挑战所需的规模 在此期间 我们应该利用这一时刻 作为与盟友汇集资源 以加速国防生产的机会 我们应该以建立和发展的各种合作和安全协议为基础 包括AUKUS 四方安全对话 美日韩三边协定 以及一系列双边安排 中国具有优势 包括靠近亚洲其他地区 规模和规模 文化和专业知识 然而 近年来 中国通过复仇主义 努力 要求默许其领土主张 和对自身经济的管理不善 削弱了它在该地区许多地方的吸引力 北京的国内表现暗淡 正在降低其吸引力 其霸凌行为 正在推动许多国家与美国靠拢 各国将行使主动权 确保美国和中国都保持活跃 并且都不会获得独家主导地位 尽管如此 华盛顿必须利用北京提供的开放性 全球联盟的重要性 美国的全球联盟网络 是它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的不对称优势 任何贬低我们联盟价值的行为 都会削弱我们与中国竞争的能力 具体来说 如果美国围绕与中国的不断对抗 来组织其外交政策 那么它将找到很少的追随者 维护这个网络需要持续的关注和对共同利益的追求 这就是美国领导人和有报复的领导人的言论很重要的地方 新冷战 中国共产党垮台或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完全脱钩的意识形态宣言 并不止于我们的边界 这样的通话在美国与其伙伴之间造成了距离 矛盾的是 美国领导人的这种声明也有助于加强 而不是削弱中国领导人对权力的控制 原因如下 要求政权垮台的呼声强化了中国国内的观念 即美国一心要阻碍中国人民的进步 我预计中国人民会团结起来支持他们的领导人 如果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正面临一个敌对的对手 未来的战略耐心 需要明确的是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 中国对美国或亚太地区的态度会在短期内缓和 美国领导人需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我们 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 与此同时 未来不是预先确定的 如果中国的行动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北京最终会调整其做法 不是为了迎合美国 而是出于自身利益 美国领导人将无法确定这种转变的时间 即便如此 我们的领导人越是表现出欢迎未来更繁荣 更少好战的中国的意愿 中国领导人就越会感到压力 以证明他们咄咄逼人和不耐烦的路线是合理的 我们是在争夺相对权利 而不是绝对权利 这与共存的概念是一致的 通过外交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对话 是探索这种共存条件的途径 参与不是软弱或投降的行为 这是对现实的承认 美国有能力保持战略耐心 即使它坚定地捍卫我们的利益和原则 相对于中国 美国在整体国力方面保持着压倒性的领先地位 近年来随着我们的经济加速而中国经济放缓 这种领先优势不断扩大 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带着这些优势给我们带来的信心形式 而不是用糟糕的历史类比来为在国内造成自我伤害 并与国外盟友产生隔阂的政策辩护 Evan G. Greenberg是全球保险公司Chub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他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董事会成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董事会成员 并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的执行副主席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